2021年10月10日 昨天晚上22点30分 道羽他妈走了 说道羽他妈没人知道 说道羽他爸人都知道 道羽他爸叫张灵甫 道羽他妈17岁嫁给他爸 昨天走走的时候是94岁 一生守寡77年 没在家过男人 郭沫若在《堂弟之话》里边说 要有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儿女 有了好的儿女才有好的国家 张道羽他爸是好人坏人 自有定论 他爸是我辟大学长 他爸是辟大历史系的 后来上的黄浦四期部科 他的那叫什么 亲家是黄浦三期的方先爵 王玉玲是周恩来和邓颖超 喜欢的女孩 是邓颖超亲自统战 从美国统战回来的 王玉玲192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 乡女多情 他算湖南人 但他祖籍是安徽 安徽是中国最有文化的省 什么胡适之流 古代那些 就更甭说了 安徽曾经也是最有文化的商人所在地 就是徽商 我二大妈大美女 也解释安徽的 后来到南京管家桥 那时候管家桥一条街都是他们家的 盗宇他妈在南京也有一个小房子 但后来闹了纠纷 因为那个房子的名字不是张王玉玲 虽然是张灵福把这给了张王玉玲 但是地契上还写的是张灵福 王玉玲17岁的时候 是个抗日青年 积极支援前线 他17岁的时候日本投降 投降的时候经湖南省主席成前 介绍嫁给已经42岁的张灵福 是张灵福的第四人夫人 一年以后怀孕 怀了张道宇 1947年1月张道宇出生 几个月后张灵福在山东孟良固 战死也有说被击毙 也有说自杀 反正是死了 死了之后 王玉玲一个人独自抚养张道宇 1952年53年 朝鲜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王玉玲经孙立仁介绍 孙立仁就是清华毕业的那个 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那个 新一军的军长 经孙立仁 孙立仁是王玉玲的姨父 经王玉玲的姨父 孙立仁运筹就去了美国 考上的纽约大学 在纽约大学的会计系 学会计 毕业以后在美国航空公司里边当会计 挣了钱 一面养自己的妈 一面养自己的独子张道宇 张道宇以后也在美国上了大学 80年代 邓颖超统战 把王玉玲从美国统战回来 定居上海 我认识张王玉玲也不少时间了 介绍我认识王玉玲的是 飞虎队战斗机飞行员吴七瑶的儿子吴源 因为我年轻时候打过仗 好多打过仗的老军人信我 比如上海 就是原来是蒋经国的那个专机司 专机驾驶员 后来 后来 投到 我党这边的人叫什么来着 九十几岁 活一百多岁死的 他就说 不能让电视台来 唐老鸭一人来 我会对他说 后来我去他家 我说你为什么接受我采访 他说我看过你写的战争 还看过你在世界博览上的连载 我觉得你能懂我 王玉玲十七岁嫁给张令甫 九十四岁才死 他是一大美女 身材很高 你看我拍的那照片 我那个微信公众号上的照片 他跟邓颖超站在一起 比邓颖超高出两个头来 王玉玲十七岁开始 就独自抚养这一个儿子 以后把这儿子养大成人 张令甫的爸爸 老弟主 张老太爷 身高一米九 到张令甫的时候 身高一米八八 王玉玲给张令甫生的这儿子 张道宇身高一米八四 就跟我一样高 身高一米八四 然后又给张道宇娶了媳妇 娶的媳妇是谁呢 是恒山抗战名将 方新爵的女儿方小梅 方小梅又给张道宇生了一儿子 就是张令甫的孙子 身高一米八二 你就看这个张家 从张老太爷一米九 到张令甫一米八八 到张道宇一米八四 到张道宇的儿子一米八二 就看这中国男人这个儿啊 一辈少两厘米 一辈少两厘米 郭莫若在《堂地之花》里边说 要有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儿女 有了好的儿女才有好的国家 毫无疑问 张王玉玲 既是就是好的母亲 不仅是好的母亲 也是好的媳妇 至于从一而终这玩意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 17岁加42岁的老男人 活到94岁才死 一个人守寡77年 走向世界 在美国挣钱把自己的儿子 儿媳妇 孙子 全在美国生了 夜落归根 响应邓颖超的号召 统战又回上海 为张王玉玲 往生为张王玉玲 没有痛苦的在家里何人尝试 祷告 我见过张阿姨大概有十几次吧 都是在那帮爱老兵的志愿者的帮助之下 感谢飞虎队 登三轮的飞虎队员吴奇奥的儿子吴远 昨天晚上第一时间告诉我张王雨林去世的消息 张阿姨往生极乐世界 2021年10月10日